今天呢教大家画一个大吉图 这里面有两只鸡 一只公鸡一只母鸡 我们先画前方的这个母鸡 母鸡在刻画的时候特征就是尾巴短 所以说呢不要画的太长 公鸡在画的时候因为它在后方 但是呢要把它这种熊啾啾气昂昂的感觉 给它刻画出来 尾巴绝对不能短 用重墨色去给它画出来 紧接着我们从后面加上两朵牡丹 这个牡丹在画的时候 好好注意它整个花头的一个朝向 以及浓淡的一个变化 两个母鸡的颜色尽量不要太过于雷同 后面的那个重一些 而且要大一点点 添加上叶片 穿插直干 这幅作品就完成了